也有 但是线上的话 尤其是在下路 EZ对上维鲁斯 恐怕线上还是会吃点归 这进攻压力 双方都拉满了 是的 这个点其实我觉得 选出挖掘机还是 走在上去 因为挖掘机实际上 在最火的那个上单版本之后 也就是在MSI版本 这波WBG反而是把 整个下半区的视野 全部占住了 可以凭借着暴女 在前期的优势 以及中下两路的线权 想去控制一条小龙 是的 索白索链 捆了一下EZ翻车 勾辅助也得刮一个大招 但是刘青松可能 首先比较危险 想跟上 配合着泰坦 引然将其秒杀 但是格雷辅斯自己也倒了 每个双方打不过一换一 暴女还得出出 又一标 哇 划过来一手小虎 成功地支援过来 配合也自己 直接杀掉 这个时间点 它是什么都可以拿的 对 没必要给对方空间 想要抓刘青松的角度 但是刘青松根本不怕呀 一波小爱的大招 也被骗了出来 是 泰坦想顶上去 一个大招先砸小虎 但是自己也吃了 EZ的 对 直接吃了精准弹幕 李青松还在先 Q就能挑飞 但是勾不出来了 EZ拿到这个人头 需要双C发育起来 才能够在中期发力的阵容 在前期频频地给到了机会 那张会让WVG 在前期的节奏滚动得非常快 对线实力也很强劲 对 有的是反压 还有就是暴女 也凭借着 EZ在下路的出色表现 刚说暴女 W直接命中到 蹲到了 没错 在这个位置 鞋队局埃及时有力 所以这里上单 也赶紧量TP 也到11级 11级的蝎子一落地 就可以成为一个中流抵住了 那现在耐心之被拉脱 先锋说 我先休息一会儿 大家各自冷静一下 脚走位 躲一下沿途 想先找 这蝎子很瘦 你想开蝎子 蝎子先一个大招 反压你泰坦 也得刮一个大招 蝎子先并上当场 最后应的一个Q技能 没能找到办法 但你别说 机会还真找到了 WPG阵型 有一些分散 刘欣松 你特意想 但好 在资源也空下了 现在在塔下 保护一手 也知道男女非常危险 防身攻速的小火 但是瑞尔 刘欣松也就在旁边 瞬间起舞 吸到两个人 暴女跟上伤害 但是泰坦这个深水炸弹 炸得相当不错 空中一台 抬到飞机 双方打了拨中复的互换 刚才 瑞尔在旁边 这个蓝腰阶段 打得也是相当出色 而且下落也缠斗在一起 拖塔天王 开始把随便往塔下拖 挖掘机还是比较灵活的 是的 你往塔下拖 我直接在塔底 挖一条隧道 是 分场OP选手给到赖 确实赖在这一整场 WBG所有的表情当中 我觉得是最稳定的一盒 不管是贵限 好单线的 直接亮TP 逼你先走 包过来了 野斧都来了 四包一 找鞋子 伏计哥 但是有点厂部的拆除伤害 并且靠地的方差爆破 哇哟 挖掘机都挖到墙里了 虽然说没勾到吧 但是菲格还是成功收到这个人头 那好伤啊 上路的线也没守住 他也没守 人还不用一样尖透 野区我们看一下 野区的菲格 好 但瑞尔他有一波 已经交过踢了 是没有办法支援到上半区的 嗯 再加上上半区 其实WBG刚才视野比较少 被IG这里找到了机会 哎 腐败锁 找到刘青松 找到刘青松 刘青松 勾到了刘青松 刘青松里非常的危险 但这一波接着弹幕伤害还不错 直接表达了最高两个人 而且你看到蝎子这个压制的这种效果 就是原本先手 一个腐败锁链 一个太坦的钩子 一先手非常不错 但是乌锡哥就是这么 走到你脸上 一个大尾巴 拽过来两个 实实在在地压制 要不咱怎么是 现在的上单霸主呢 确实啊 上古领主 顺势还行 对一波中子反推 直接把对方劝退之后 成功地拔掉这一波 这个没有大招 我觉得这波ID其实不好接 接着这波 Q技能已经上了 想要去找你的上单 太好一个挖阶机 先挖洞走 59的一卷 维格砍下这个小龙 太坦反手锁 勾到蝎子 这次又是反手 先压着太坦 挖洞机到后排 先找小虎 小虎开低身 蝎子走了 但是反手锐儿 一个机用吸到四个人 瞬间爆炸一波 完美的团战 又是招应的后排 小虎和EZ 出的位置非常地良好 严重没能抬到 但是挖洞机又挖洞走 EZ 赖特 已经砍下一波DoubleQ 哇 赖特太稳了这一场 这就是我刚才讲到的 完派作为泰坦 它是没有大招的 这个情况 对于IG来讲很不利 实际上不能接这波 而且自己的阵型 把自己给打散了 对 你本身这套阵容 就没有什么强控 你就靠一个泰坦的控制 你这时候泰坦没大招 盲目接团 这时候已经赶到天涯 还叫做门走了 但是又不在等待 Light好聪明 Light这场太稳健了 没秒掉 对 所以就是缺少 关键技能的情况下 IG一定要谨慎 因为他这个阵容 太吃泰坦的大招了 好 一标标到了 不想放弹 弹派走 弹派攻墙 再拉开身位 的刘新宗已经过来了 走不掉了 身上没有闪现的 是的 也成就了小虎的大杀特杀 现在视野方面肯定要WBG 这里要一直去压制 风路 中路想要开了 想要这里先交大招 给到刘新宗 小虎必要对方第一波开团 刘新宗这波 实际没有能够吸到人 开团可能选择 要自己拖延一下时间了 但是风希哥 怎么走后面 直接接了过来了 而且又喷你 小安 小安这里 没有闪现的情况下 走不掉 Light直接向前输出 拿下双杀 这Easy太猛了 直接E到F6出 一个人顶两三个 虽然这波刘新宗 上来去没开到 但是呼希哥的 这波成功绕后 包括Light的跟上输出 把IG大部分人 给留了下来 又是小虎 双Buff的 避免了挖掘机的隧道 其他四个人可以轻松 收拾掉大龙 在中塔 外塔早早告破的情况下面 IG这一套正容 想要爆卡往前 去做视野 还是要小心一下 小虎的绕后 断了后路 直接无处可逃 对 就是你没防御塔了 这小虎的风路 就津津津津津津给打出来了 想去包小虎 包小虎 要报仇 小虎又闪 先交闪现 那你就没后续留人了 人间拉开甚至要反打 钻这个位置 有点尴尬 自己身上闪现 就转好的钻洞 拉开身位之后 差一点血 结交大招 想要换了 没有换掉 男女也打出以魔刀 再一个瓦尔基里的俯冲 拉到二塔身后走位 这一下技能 这技能有点太多了 好险 而一发穿远剑 没有能够秒掉小虎 但是后面 怎么又来一个胡锡哥 这个蝎子 怎么总是掏屁股 这位置 JF4怎么也在这个位置 很尴尬 他从这里过来 大家打了波追击战 打了波乱战 最后就是比 技能这个命中率 刚才的暴女那一标 差一点点在塔下标的那飞机 是 顺势带着大龙buff WBD开始对中路的推进 上中野 IG都在足秒 中路是敞开的 不好去防守 太坦必须勾强走 甚至有机会去摸你的 摸你的门牙塔 没有机会去倾线 现在没人敢去倾 是的 第二桌 梅牙塔也要快速地倒地 太坦一钩 先攻击的前排鞋子 再一个大招 震你的后排 震起了小虎 快点开两个 但是瞬间 由WBG形成翻打鞋子 还在水拳当中拽回了小安 你得再一个精准的靠近呢 将其秒杀 小虎放了个庆祝性的大招 在Light的再次双杀之后 我们要勾起WBG 先下一场 1-0暂时 领先为队友 补足一些输出 补足一些收割能力 胃的话就针对德莱文 但是小树 哇 这我觉得还不如胃呢 小树选串 没有那么强的进攻性 甚至是叫小虎 也在往下边去靠 但是Ig这里 已经击出你的动向 要去二口那里拦救小虎了 这个究竟 我觉得还是看不了 刚才对Ig比较可惜的 就是德莱文没吃到头 我说话 刚才德莱文攒了那么多 要来找机会 玩拍啊 这位置直接被逮捕掉 双踢逼 双踢逼了 来了 大招 大两个 板拍到这里 有点扛不住了 被泰坦这里拿到一血 有一个精灵球 吸了一手 现在已经被包夹的状态 存卖掉了 赖到这里边卖掉 而且蓝博的大招 撒到他在身上 流星这里也走不掉 打轮逼机 撒得怎么这么急啊 而且上路是有 TP差的获展 那就看 小虎这一推推的 怎么样了 又是辅助的缠斗 先去抽泰坦 泰坦这时候有大招 但是不着急放 南枪 想要先控制 把小龙一勾的 勾到C位了 真是达拉坦 达拉坦现在是 非常非常的危险 小安 立刻命桑当场 拿了一个八毛 先把达拉坦给收掉 小龙这狐狸给拿了下来 但是双人组 恐怕要双速双飞了 一般派 也要被卡丽莎 一毛点掉 扣子有脚大了 是的 你得帮AD挡够 实际上这波 一推直接推手 但是魅惑魅惑到了 那这波 控制链拉满 嗯 达拉坦虽然说收到这个人 但是正面 小龙其实附近也 两千多的血线 格雷夫斯 直接一个后撤步 但被奎桑提给带了 反过来轻 轻到了奎桑提 我们瑞尔再也反开 再一个反开 Q技能直接戳两个 奎桑提非常灵活 想先找万派 我们全身残潜 太坦已经先倒了 但是狐狸过来 一个闪现魅惑 直接砍下一波 WQ 这一波操作非常非常的自滑 但想跟上一个EQ 没能打到人 但是这已经是埃及吃的 埃及击杀奎桑提之后 小龙中塔都能拿到 这个中坦还不错 是比华平的蓝枪 做这种正面的野区碰撞 现在好想逼大龙 想逼大龙 先勾辅助 但瑞尔这时候比较肉 激发余震了 激发余震之后 自己又有护盾 蓝波大招 大招 打的位置非常不错 而且能考Light Light交一波进化 救出 救出 给他救出起来 一个八猫 反冲蓝波 Light和刘青苏 这波配合非常良好 但是在蓝波跟上 一下 把他达到的是个Shift Down 小安陷入了重围 再来问也比较危险 奎青苏 牵死了戴了文 但是狐狸可以打扫战场 又是一个天脸青 青到了奎青 拿下一把WQ 狐狸还上去 一挂夸抓Q的Nanny 又是一只祥瑞 给一些骚扰 自己身上有点燃 对 面对几个残血 看看能不能点死一个 先给万派套引燃 并且红松亮提皮了 看看能不能改变战局 柳青松这番做的事情 做得非常不错 天脸勾 勾到万派 看看胡锡克 打扫下战场 先斩掉这个肉条 刘青松还想继续留 想去找兰博 Q3 看看这个Q技能能不能捏到 兰博不停的走位 太坦钩子先被扭掉 但是回藏地已经粘上了他 并且他就在旁边 用Q技能位移过来 甚至还是顺手牵羊 拿了个惩戒 惩戒是使甲虫 你可真能刷 方面刘青松赶紧帮助 被动定了一下 由小菊拿了 又用大陆Buff的加持 自己毕竟有三条小龙的优势 根本不行于是 这波甚至是可以推完二塔之后 再转到正面来 持续给大陆B压力 单派想爆破果实下去开几个 看看他的选择 他想爆破果实下去 我们盯准他 他可能要瞄准他站了 单派啊 321打果子 好他还在倒数 他还在倒数 他还在等 下一个 小菊开始 下线被打断 蓝波但是这个位置还是不错 封住了大塔的走位 小虎想绕后 但是他绕的时间稍微远了一点 小虎飘过来 闪切推 推过两个 但是队友跟不上 那这样的话 埃及成功地收下 他是开团寻山火 对 他不经济推人 这场比赛更没有胜算 带着六重 带着buff 埃及开始了 对上路的能力就不足 除非说埃及这边 有少打多的情况 被WBG抓到 不然正面5v5 肯定是很难处理了 是啊 这个版本实际上是 有瑞尔直接一开二 开到两个 同志Q可能也抽到两个 蓝波打大 先找下葵桑提 葵桑提顺势带班派过强了 两边想比平 先融化前排 带胆先被融化在两边 交换辅助 交换辅助 这是整个河道 WBG是过不去的 没错 那这样的话 这条大龙可以直接抓掉 很轻松地打掉 他这个沙皇实际上还得进场 二塔肯定是守不住的 中路由Nanny这里带 小安小麦 我的天 小安实际上 他胆子也很大 他刚才这个走位太靠近 几乎都跟这个 狐狸在旁边 本魁桑提 这个时候确实是比较利用 勾到了 勾到狐狸 Nanny比较危险 藍波用一个保护性的大招撒下 那两个人在打远古龙 泽来文这时候打远古龙速度也不错的 直接秒了 划上去 这个推的角度怎么样 小菊先放出来 用两层的这个草丛去罩住这个防御塔 于是无果 南向一个大招先把后排给耗残 必须回全水去补紧 因为毕竟要面对远古龙BUFF的 中路推完之后直接转上 Nanny这里扛了几下防御塔 状态不是特别好 稍微绕一下 这冰线被断了 导致自己进不了这个坦 Nanny身上是有TP的 这锅可以先回去 这里直接开了 开两个配合上 蓝波大招撒得非常不错 他直接被秒掉了 和胡锡哥一起 是的 快速由瑞尔的一波开团 迅速地融化 一万多的经济领先 这已经是埃及一波的节奏了 是的 WBG就在塔下 只能速度管控一下埃远 这里怎么又是赖头受伤 是的 无心插流轻到了Lite 但是双C现在已经没有了 任何的输出环境 把辅助吐回了自己的泉水 但是主机地已经要爆炸了 我们要恭喜IG 在先落后一盘的情况下 扳回一场一比一平 一场接一场选择 阵容都是这种 就主打一个对贴 但是这个阵容 是不是太飘了点呢 是不是太飘了点呢 有一首龙王有后期勾底 嗯 这就太飘了 而且去拿上半区的资源做置换 但实际上这场暴女前妻打你下落双招 她其实就是住在下落 对 就围着下落打了 这一把一定是围绕下落打的 她只有围着下落打 她才能解放派客 忍 很能忍啊 风平浪静 哎呀 这背一步越想越气 越想越气啊 这个位置反而是被对面推 帮女绝对打 钩子了 不成体头 哎这钩子反正也没能命中啊 小虎过来想支援 但是小安就在旁边 双人组一起动了 万派跟着后续 不死呀 啊塔下虽然说兵住了 格里菲斯 但是 反后拖龙王笑嘻嘻 哈哈 确实 另外一边卡米尔说没事没事 我也能发育 发育发育 我们后面单带 单带剑 也行啊 埃及成功收下自己的第二条龙 那他再继续做资源的置换 又是先锋 又是继续交战 这个时间点 Nanny是没有大招的哟 这一波埃及想接的话 稍微有点危险 剑来 剑来命中到了 一脚直接踢 在配合上刘青松的魅惑 直接将打野带走 而且这边辅助 也要被刘青松给抬一下 连续的这种远距离控制 WBG总算打出了效果 是 好的 顶塔过来 想要就断一下Nanny的回程 但是其实葵桑体也赶到现场了 一会儿这个塔 下午旋风一撞就带走了 这场双方确实是比拼游走效率的一局 先锋之眼 首先是被蓝双方给拿掉 对完 要被租进了 还跟葵桑体直接将葵桑体 全是控制原地要拔战了 自己开了一个W 但是一丝险随便谁品A一下就好了 赖特也不客气 受到这个人头 我们在这个位置被逮捕了 暴女的双游走的 是的 真要是抱团打起来 这两个英雄是比较疲惫的 因为正面团一定是WBG的先手 和控制会更多嘛 我们又来抓卡尼尔 这一波它是没有闪现的 伸给有机会 拿到一波下当 特雷菲斯也比较 注意的让到了这个人 然后再滑出来 这种情况下 技能的无论说是命中率也好 还是击杀率也好 现在效率都不高 对的 但在整体节奏上来说 WBG扣掉了对方 先看一下这一波 直接做出了完派 完派这一波 是要没有闪现的 派克要承担开团的作用 确实很难勾到后排嘛 是 龙王这波是有天赋 IG虽然说有一战之力 但是正面 就像咱们一开 一二瞬间就被融化了 这两个单点的位 伤害太高 也需要 随时可以过去 开你的人的 大弹也往前顶 都捏着大招 小龙也将被这两个人 轻松给拿下 这样的局势之下的话 对于IG来说 是有一点慢性死亡的 他们找不到任何节奏点 像说派克还能提供一些视野上 已经自己也是个小脆皮 在团战当中并不能够承担前排的作用 一脚就会被秒掉 是的 只能看前面的抽奖钩 看这钩子怎么样 想钩正面也没能钩到人 完派赶紧接着队友 做一手魏爷小伙直接踩到后排 爱奇反手一键 命中了你的打野 卡米尔一脚先踢到了派克的脖子 并且刘青松开大了 但是小安想要去阻隔下大 刘青松跟队友先会合一波 帮助队友先融化一手 你前排的回藏底 海克自由同志也做出了小安 又是一个W闪 一丝险天一波打下来总算 终结了这手卡米尔 拿到这个杀档 但是卡米尔在此前 已然砍下双杀 太克配合上龙王想要做事情 因为可能觉得在龙村里面 大龙的AOE配合上龙王 是否有机会可以尝试呢 蓝色方还是顺利地 拿下了这一条大龙 这个图西最终配合上 太克大招的斩杀 还是将他再给带走 龙王还在喷 但是小虎进行了收割 刚才 面对这样的窘境 爱奇正面在缺少新手的情况下 似乎在逆境当中 找不到任何可以翻盘的空间 是的 只能一步一步地退却 中塔也是敞开的 但他们的倾限能力 也非常的薄弱 爱奇甚至随时配在自己 拿三条火龙定牌 Light往往就是在队内 他是这种给我的感觉 就是最稳定的那个 没错 往往就是队友打得是比较的 比如说打得比较的欢托 他是最稳的说 我们先把龙拿了 卡米尔现在一T2了 面对暴女还在最后中间 堕住暴女一个战士伤害 确实非常的爆炸 刘青松快速地过来拯救了卡米尔 再刷一手护断没问题 小虎拿到了小安的针头 卡米尔再次踢过去 又砍下双杀 虎西哥这一场青钢营选出来之后 也是展现了绝对的势力 是 那这样一来 直接可以尝试推进高低了 想一波 想一波 只剩下Nanny跟最安两个人去守线 是有一些吃力的 也只能交出大招去倾线 但这样一来 其实他下一波打起来的话 坐在那里就不太好 而且这一波直接 中箭了 中了 小虎过来踢一脚踩 在背上呼吸格的一块 直接将龙王秒杀 海克最后通牒 踢到最安 打出中备被动 最安这里也很难走 一丝血还在坚持 但最后还是被小虎收下 刘青松再一个台 配合上大楼的控制 把小安也带走 这一波小虎拿下三杀 一波A死 WBG可以成功地 在31分钟的时间点 凭借着11000的巨大经济差 拿下在本次夏季赛的首胜了 我们恭喜WBG 在这场比赛 二比战胜埃及 拿到本赛季的开门红 恭喜WBG